黑帽、黑衣服、黑手套 Darren又頭到腳都穿到黑暗暗 身上還黏滿了一個個波仔 大家當然是以為他在玩什麼新魔術 那猜就錯了 其實他在示範中最新的3D motion capture科技 中文即是三維動態捕捉 以往這種科技經常用於製作電腦遊戲和電影等等 而最近就有人將它應用在武術紀錄方面 為什麼連這些位置要貼起來呢? 因為要看師傅的運氣和腰部的動物 那這個Motion capture其實是怎樣運作的? 現在你看到就是我們將一些反射點貼在你身體每一個關節上面 我們就會用24支的鏡頭反射現在所有點的數據 那會不會因為不同的動作呢? 那些反射點要多一點、少一點或者反不同位置 會的,會的,要應應每一個師傅的功夫 那我們會就回它的動作而改變它的位置 那好像呢?我幫你拍完體模子上去 是 那就可以Capture你頭上的收入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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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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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參與錄製資料庫的師傅都會毫無保留將自己的看家本領灑出來 師傅 選了什麼兵器? 選了一個扒 扒是客家拳裡面的兵器王 它是比較重的 起碼有十斤八斤 所以你沒有分享底子 沒有十年八年功夫 你根本就玩不起扒 你以前當你的師傅跟你說 你可以殺扒的時候你覺得怎樣? 是 開心到不得了 師傅能夠這樣給我一個重任 但是我特意示範的扒 就是代表我師傅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如果所有門派功夫都放在同一個招呼 你怕不怕一些不是你徒弟的人都學到呢? 沒問題的 中國功夫應該是要這樣發揚 以前的人就為了去玩吃 教功夫是為了生活 但是現在懶功夫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興趣 既然邀請到各大門派師傅獻記 大家一定很想快點看到製成品 不過這個資料庫還是起步階段 所以暫時給這小部分 大家先賭為快 當這個資料庫整好之後 你打算用什麼途徑傳出去 或者給什麼人去參考? 有了資料庫作為中心 我們再慢慢做Fone App 或者做一些教育的program等等 以後的application就很多了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剛剛前期起動的階段 很多事情還在嘗試中 希望在香港慢慢把這些資料整理 作為我們一個基礎 建立一個傳統武術的中心 這個是我們的遠景 變了很多人以後想回來 可能過了10年、28年後 採訪一些師傅 那些師傅的年紀可能大了 或者看不到臉 可以通過這個中心 可以看回我們香港 所擁有非常豐富的武術文化 雖然這個資料庫 可以保存很多珍貴的資料 但是有師傅說 要傳承中國武術的話 師傅的教導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內功心法 是靠這個3D影像是不夠的 不過這個資料庫 也詳細記錄了不少的武術招式 對於研究中國武術 也帶來很大的幫助 好 今晚節目時間夠了 明晚同一時間 就跟大家東張西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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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